先說回今天的即市走勢 昨晚美股變動不大 恆生指數高開50點 9點半期指作用28,722 比昨天四點鐘低24點 現貨一開科技股向下震了幾分鐘 期指9點40分見全日低位28,688 之後內地股市上升 將公布業績的健康和中國人手單邊向上爆 本地方面匯控比較突出 科技股那邊除了小米單邊下跌外 普遍低位反彈後還行 期指10點31分見全日高位28,896 之後港交所中五公布業績的錢自己爆上去 其餘的個股都是還行居多 十二點鐘期收報28,821 吃下午飯期間港交所公布業績 條數看上去都不錯 但下午回來單邊向下插 已經消化今早就升幅了 而上午跌得比較多的小米 下午持續有買盤級 跌幅收窄 內地股市持續做好 建行繼續有資金追捧 單邊升升到尾 其他個股沒什麼異動 整個下午期指波幅連100點都沒有 四點鐘期收報28,837 講下明天的個人即市策略 先講大市 今天大市波幅極支窄 全日頂只有200多點 下午連100點都沒有 資金集中在公布業績過堆過股道 期指連續換了兩天 圖表上也沒什麼好滑 在底部向上移之下 美期向下插 而香港也在高位收之下 超短線來說 偏好一點點 明天開倉位置用5月期指 即時見好倉 28,700 加50點 見即時好倉 至時位置開倉位置200點 即時見淡倉位置 28,980 加50點 見即時淡倉 至時位置開倉位置200點 小編迪迪迪迪迪 除了見字飲水 見字早睡 還有見字站好 還有留言 還有分享 記得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